那怎麼算呢?第一個擦環數 我先算什麼? 那個1號出現的機率 所以我要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因為這個如果你用過的最近都會用過 你就列在這邊 count if 用count if 按確定 那首先第一個 他會問你兩個一樣 你的range 意思是說你要去哪邊找 那第二個問題是找什麼?哪一個數字? OK 那我們就是 range的話呢 是101年的那些出現的 中獎機率號碼 所以在101年 所以你點一下100 有不要放這邊嗎? 點一下101年 然後呢 你會發現他會出現什麼? 101年的驚嘆號 表示這個是一個工作 是跨工作表 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的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呢 理論上最好的選舉方法 當然你可以這樣選 不過我是建議 你這樣選 往下選 他可能會選過頭 所以一般習慣是 我先選橫向一列 就是1到7這個號碼 開獎號碼6個加一個特別號 在ctrl shift向下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他就自動變D2到J100 按個確定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他要問 條件還沒有 要找什麼? 所以再點一下criterium 找1號出現的機率 按個確定 這時候會出現17次 意思是在那個範圍裡面呢 我幫你找到了1號出現的次數 是17號 那再來的話 當然你如果要找2號3號 一直到42號的話 其實向下填滿就可以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範圍 因為你向下填滿 前面也講過 這個D2會變D3 100會變101 有沒有 比如說我現在向下填滿 他當然會出現一些錯 這個底下 看起來好像數量是對的 可是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D2到J101 可是範圍沒變啦 有沒有 那個前面的101的開槍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 一定要在2跟100前面 加上前的符號 打個勾 這樣的話向下填滿 才會是正確的 不過我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順便學一個新的這個方法 就是說呢 如果說 將來我們的這個範圍 假如是跨工作表 然後你要選取 其實很容易選錯 而且不方便 我是建議 如果像這種跨工作表的範圍 我是建議 你先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先建立一個名稱 然後以後用F3 有個快速鍵選取 來做會比較容易一些 而且比較不容易做錯 另外的話 後面還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先做給各位看 第一個喔 如果我不要用剛剛這種跨工作表的選取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用那個定義名稱 那主要會用到的就是 在左上角有一個叫名稱方塊 也就是我告訴他說 我先選我這個範圍 選完之後給他一個名稱 那以後用這個名稱代替這個範圍的意思吧 這個叫定義名稱 怎麼做 先把他向右選取 一樣感觸去不向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在這個範圍喔 我叫做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當然特別注意喔 我習慣是101好了 假的應該這麼加 可是特別注意 這個定義名稱 他不能用數字開頭 有沒有 他說不是有效的名稱 所以怎麼辦喔 我就給他一個名稱好了 加上開獎好了 那這個範圍以後就要開獎101了 那一樣啦 當然順便啦 這個把這個複製一下啦 也許102年嘛 一樣嘛 向右選取 7個號碼嘛 D到J Ctrl-SHIP向下 這個範圍叫什麼呢 欸 開獎102 那因為如果這樣你有很多年的話 來 那就是可以一次做很多個範圍 再來這個地方有什麼改變 特別是喔 你剛剛這裡喔 就不需要這麼麻煩了 你只需要怎麼樣 按F3 那個範圍就出來了 那那個範圍你就不用選了 不然的話我是覺得很容易做錯 就是你跨工作表 然後還在選 然後還在鎖 很容易做錯 那這個方法的好處是時候 他會比較清爽 而且不容易做錯 OK 所以特別是喔 把他選101 按確定 這個公式呢也會比較簡短 而且看起來喔 真的也會覺得比較爽 就是清爽一點啦 比較不會說有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按確定 好把他向下填滿 全部算完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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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